醫生,我早上睡醒,左手語言又右手 媽媽又說我凌晨起身到處走 不知道我是否真的夢遊 夢遊症其實挺普遍的 只不過一般人忽略了 他會發現像徐治山 為何會起身後會周身傷,周身雨 有時會跌到陸床 其實他自己在夢遊期間 他所做的事情是沒有意識的 而且完全沒有記憶 其實夢遊很多時候我們都誤會了 以為病人睡得不好 或者不能熟睡 正正是相反的 夢遊其實是在深邃期裏面出現的 那個病人在深邃期裏面 其實那個夢境是比較模糊一些的 跟我們平時所說的發夢期 或者叫動眼期是有些相反的 就是說在深邃期裏面所做的夢 可能是一些比較片斷式的 還有一些比較零碎 還有不是有邏輯的 醫生,我有什麼需要注意 我會不會跳樓的 但因為那個病人 他在深邃期的時候 其實他的手機是可以動的 那時候就會因應著那個夢 還有就會離開床 可能就會做相對做一些比較不由自主的行為 在睡覺期間我們要注意環境的安全 就是說一定要鎖好門窗 就要留意一下他有沒有跌到床 如果有需要的話 可能這張床就會靠近牆邊 還有就是在地上鋪地毯 一些的桌角或者一些的刀 一定要小心 還有一些戒刀 千萬不要放在桌上 還有要收拾好 避免那個病人 他在夢遊期間就會傷害自己 有人說夢遊的時候不要拍醒我 要不然我會瘋的 那是不是真的 很多時候都是誤會的 因為很多人都錯誤地認為 如果夢遊的時候 你拍醒他的話 就不見了一個靈魂 其實這些都是我們傳統的誤會 你最主要就是 剛才所說的 避免一個環境的危險東西 為了尖角 為了鋒利的東西 而影響他的安全 第二就是家人 只要需要 慢慢地引導他回床裡 幫他蓋好被子 這樣就可以了 至於會不會拍醒他呢 除非他做一些很危險的事 或者這個環境 你都很難去引導他回床裡 或者有時他會很激烈的 甚至會有很大的掙扎 這樣 那騷醒他是一個好的方法 那通常呢 夢遊的人呢 如果你騷醒他的話 他就會覺得很詫異 會覺得 怎麼回事 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那這些通常呢 都是夢遊的情況會發生的 就算你騷醒他的話 都不用怕的 那一樣他可以 就有回靈魂 那醫生啊 我會不會傷害到我家人的 那些在外國的案例呢 就是講夢遊殺人 那其實呢 就夢遊殺人呢 都幾爭議性的 文獻上面呢 有記載的夢遊殺人的事件呢 都不超過一百個 譬如說在1981年的時候 就在美國 有一個美國人呢 那他跟太太的感情很好 那但是呢 他不知為什麼呢 有一晚呢 就這樣身邊 就是在一個房裡 就隨意拿起一些 的生果刀 亂地刺他太太 就令到太太呢 就傷寵而死亡 當那個 刺完太太之後呢 他醒了 很害怕 還有看到為什麼 自己會真的把刀 還有呢 就太太滿身傷痕 他自己呢 很主動地 就去報警 去投案 那他那個即時的反應呢 也都看到呢 他是一個 完全是 就是一個 不由自主 還有是 完全是 沒有了 他殺人的時候 沒有記憶的 那當時的陪審團呢 還有 也都聽了 精神科醫生的意見呢 而相信呢 他是有 一個 夢遊殺人的情況 其實香港呢 在十年前呢 都曾經發生過 夢遊傷人的事件 那當中那個 三十幾歲的 外地的勞工 他呢 就在一個艇戶裡工作的 半夜三更 就突然間呢 就他 不知為什麼 拿著刀呢 就去 斬傷了他那個 主人的女兒 完全是 找不到任何的 一些 殺人的動機 那他呢 當他受了傷 即是傷害了那個 主人的女兒的時候呢 他突然醒了 很害怕 那他呢 就跳了海 就離開了現場 去警方自首 就 承認了自己 是傷害了人 因為當中呢 這位外地的勞工呢 他之前呢 曾經有傷風感冒 吃過很多的 一些忠誠藥 而令到他呢 那個 人的精神狀況 不是那麼好 而也都在當中的陪審團 也都看不到 這位外地的勞工 有任何傷害 那個主人的女兒的動機 和之前呢 他們一直都 他們的相似都很融合 加上呢 他受 即是說 那個意外發生了之後呢 立刻就承認自己的錯誤 所以呢 在這個案例裡面呢 那個 我們勞工呢 就當定釋放了 那這個 其實就是香港 一個比較 轟動一些 曾經發生的 一些 夢遊的傷害的事件